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第四、二、五、一、第六行开始,我们先看几句经文。 若有此事观世音菩萨明知,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为生离枯,若为大水俗飘,乘其名号,积得浅出。 我们从这里开始研读,观世音菩萨能观的这个智慧是佛的境界, 他普遍的观一切众生,包括六道凡夫,四圣界,四圣界就是子弟啊, 这个法神大师,除了佛,佛以下的法神大师,就是四圣界之中, 世音菩萨,这个音声啊,也是九阶,九法阶,如果发生大事连在一起,就是除了佛以外,也可以说是十法阶, 所以偶一走失啊,就像十法阶了。 能观的智慧,所观的这个境界,所观的这个众生的根基,就是涵盖一切了。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普遍呢? 就是因为他在阴地的时候,这在《冷言经》里面就讲啊, 在阴地的时候,他是修耳根云通啊,从耳根修的梵文文字形,修成功了。 所以他这个文字啊,这个普遍一切,文的音声,普遍一切。 那么前面,把观世音菩萨能观的,也就是能文的,修观的这个境界,前面都讲过了。 那么现在就讲正式啊,有世间的有这个灾难,有七种灾难。 七种灾难是三种,湖、水、风,是大灾难。 另外的四种,比较次一等的,普通的灾难。 那么这些灾难呢,要把它这个灾难怎么会有的? 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念菩萨的名号,为什么能够把这个灾难呢,能够消除掉? 念观世音菩萨就把这个,就由观世音菩萨把这个灾难救过来了,没有了。 但是这个讲啊,要知道它的原理。 不知道原理啊,比如说,我们世间人啊,念观世音菩萨,有的是可以免,免这个灾难。 有的没有免,有什么道理呢? 就必须要把这个理论要明白。 这个经文说, 如果说,若有持世观世音菩萨名字,若有啊,有,若有这个人,持这一尊观世音菩萨,他的名号。 。 这个人呢,射入大火。 这是假设的。 假设的啊,他,这个,入了大火,就遇到大火了。 火不能烧啊。 火不能烧啊,这大火,没有能够烧他的这个能力。 不能烧。 不能烧。 不能烧,没有这个能力烧他的这个人。 为什么呢? 由世菩萨为神力骨。 由于世菩萨,就这一尊观世音菩萨,他有微神这种力量。 所以火不能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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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讲的火, 火。 依照天才宗的祖师祖节,有三种。 一是火爆火。 火。 火。 火造了这个烧烧才出的,就要受到火烧的苦果。 これは古波火。 一种呢是恶业火 恶业就是造恶业的 造恶业的时候啊就是火 那么再一种啊烦恼火 烦恼火啊 就不是国报火 也不是恶业火 那么简单了 烦恼火啊 那就所烧的呀 那就更广泛了 一种天台宗的祖师主节讲 国报火 从地狱 这个地狱 包括山徒到人家 到天上 天上有六月天 六月天上面有禅天 所以从地狱啊到初禅去 禅天有四层啊 到第一层的初禅去 就国报火 能够把这样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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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到初禅天的呀 正报 衣报啊 都 能够烧毁掉 恶业火 也是从地狱 燃烧 烧到什么呢 烧到 那个就是 多了 烧到飞翔 飞飞翔 飞翔飞翔 飞翔飞翔 是三界的最高的一层天 所谓三界 欲界有六层天 色界就是四层禅天 五色界有四空处 四空处啊 这个到第四层的 叫做飞翔飞飞翔 为什么叫飞翔飞飞翔呢 到了第四层的 这个四空天的时候啊 没有下边下界的那些 那些众生的呢 很粗浅的那个 那个思想 但是呢 还有微习的 那个思想 没有粗的想啊 叫做飞翔 还有微习的想啊 那就飞飞翔 那就是 这个恶业虎啊 就连那个 三界最顶的那一层天 在那一层天的那个众生啊 只剩下很微习的那种念头 念头就是思想啊 都那么的烧掉 烦恼火 它烧的更多了 也是从地狱开始烧 一直烧到什么呢 等觉菩萨 为什么 等觉菩萨 还被这个火 这是烦恼火了 还能被火烧吗 这要研究一下 烦恼 是从无明来的 没有无明呢 就没有烦恼 那么我们众生 虽然人人都有 真如本性 但是自己不认得 自己有本性 这就是一念不觉 起了无明 无明起了以后 就有烦恼 那么等觉菩萨 他还有 那种身相无明 他还没成佛 他一定把那一瓶身相无明 断除了 他才成佛 所以这个烦恼火 从地狱 一直说到 等觉菩萨 了解的火 有这三种 那么燃烧的这样普遍 其中啊 有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 果报火吧 还有烦恼火 这个火烧来了 众生遭遇这个火灾了 他就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有的呀 就感应到菩萨来 来救济 有的不能够感应 这什么道理呢 这叫研究 研究火 这个本意是什么 火的这个本意啊 火是从哪里出来的 火是它有一个是火的本体啊 一个是火的作用啊 本体它怎么表现呢 它是热热性的 它的作用就是能够烧 这两种分清楚 就这个本体上面来讲 火这个 它就是啊 本性 本性出现的 本性是怎么有火呢 冷眼镜里面讲 这个 心空 真火 心啊 本性是空的 本性空的是 了解 信空啊 这才是有真火 还有一句 信火 真空 本性的火啊 它是真空的 把这两句 合并起来 研究 那就说 了解这个 本性 本性是真空啊 本性是真空啊 有真空里面 叫那火 这是真火啊 那个 从本性里出来 真火 叫信火了 信火什么 信火是真空 这是火的体 是这个样子 其实 信火 在坦德上 有真火 有信空 起的真火啊 这真火 你找到一个箱子 它是真空 那这样起来的话 火 叫那本体 它就是空啊 一空 何空啊 它烧不到 什么比的 都是本性上的事情 本性上知道 这个火的本体 它就没有像我们凡夫众生所看到的 被火烧了 它就没有那种用处 不起那种作用的 那么我们念 观世音菩萨名号 观世音菩萨是已经成佛的菩萨了 他早就成佛了 他现在是道家慈航 在西方 在西方极乐世界 帮助 阿弥陀佛 来度化 十方世界的众生 所以 观世音菩萨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有心里起的火 就是 就是 心空 真火 那个 心火 真空 那么我们念 观世音菩萨名号 我们凡夫众生的 这个火 所见的火 那个火 是假火 这种假火 不是 不是性火 性火 它是 不会 不会烧 不会伤害任何众生的 也不会 伤害任何 这个 这个世间的 各种 这个 万物的 我们众生的 这个 这个火 就是 有无名烦恼 有烦恼 就起了火了 烦恼 就烦恼火 有火 就是造恶业 造恶业 就是 苦报 所以我们凡夫众生 遭遇这个火灾 受了火 这个灾难 这个从哪 就是从这个 这个 火业苦 起火 起火造业 受苦 这个苦是由自己造恶业来的 造恶业是自己 不明了自己的有这个幸火 不明了自己的本性 起了无名火 无名就是烦恼啊 这才被火燃烧 这才被火燃烧 观世音菩萨 就在这一年之中 我们这一年呢 没有其他念头 为什么呢 遇到这种火灾 这种 马上就被火烧死了 在这个时 没有其他的念头 只有一心求救的念头 在这个一心求救的念头啊 是最单纯的一念 这个单纯一念 跟这个 跟观世音菩萨 一结合 就能把那个家伙啊 把它消除掉 这里讲 吃是观世音菩萨名号啊 吃是吃吃啊 吃是念啊 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 念的时候 有出声音念 有的不出声音 心里一想 心里一起这个念头 也是念 所以这个 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 就是遇到这个火灾的时候 能够发出声音来 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当然这是念了 就是 就是遇到火灾难的时候 连同那个声音都发不出来 心里一想 就能得到菩萨的感应 就能得到菩萨来救济 所以持念这个念啊 所以持念这个念呢 要了解这个道理 但是这个持字什么呢 就在一念之中 不管出声音或是不出声音 能够能够能够得到菩萨 能够得到菩萨这个音了 菩萨来应的时候啊 就把这个火这个灾难呢 把它把它灭掉了 灾掉之后啊 这不是根本的呀 因为大家学尾诗 你就知道 我们凡夫终生的这个 这个第八诗里边呢 含藏很多很多的那个 无数的那些 那些这个野种子啊 烦恼种子 野种子 应该要受报的那个 还没有期限性的 这都是种子啊 就在一念之中 感应菩萨来 把这个 这个灾难 把它灭掉了 灭掉了 那个种子还在 种子还在呀 这个严谦的那个 那个灾难 谁知道的话 过个时候 种子又起限性 遇到适当的远的时候 又起限性 所以 能够得到菩萨来 挽救这个火的灾难啊 这是治标而已 没有治本 治本什么呢 就在消除这个 原先的那种 那种火灾之后啊 不能说 哦这个灾难已经灭了 观世间菩萨的那个名号啊 不要念了 哪个 不要念的话 那过个时候 那个那个种子又起限性了 所以这个池子啊 就一直支持的下去 支持的念下去 久而久之 那个种子就断掉了 这就跟那个 《阿弥陀佛经》里面讲 念佛的名号 支持名号 是一个意思啊 我们念这个 《阿弥陀佛的名号啊》 为什么要支持呢 这就抓在手里面 不也再放弃了 这样的话 才能够 在这个缩佛世界 能够支持念 才能够啊 往上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还是要念佛了 还是要支持念佛啊 那就是把那个 那些种子都 都断除掉啊 所以这个池子重要 说到这里 我们要了解一个 一个这个道理 这是过去血流老人 都提醒过的 既然观世音菩萨 有这样的 卫生力量 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能够啊 现现这个 果报 以至于这个 烦恼种子 都能断除 烦恼种子 断除去成佛啊 那么这样 念观世音菩萨就好了 不必念 念阿弥陀佛了 学的老人 就这个 根据这个例 就提醒大家 观世音菩萨 是帮助 阿弥陀佛的 度化众生的 那么我们念 观世音菩萨 圣号 固然是跟 念阿弥陀佛的 圣号 力量是一样的 相当的功德了 但是我们 修净土宗的呀 必得 以念阿弥陀佛为主 所以我们在家里 自己做早晚功课的时候 要念佛 要念阿弥陀佛 那么念观世音菩萨 就是等于 帮助念阿弥陀佛 这样看起来 我们不能说 只念观世音菩萨就好 不必念 阿弥陀佛了 那就 就误会了 所以我们早晚功课 在道场里面 打佛祭 还是念阿弥陀佛为主 那么 还有 一个问题 还要了解 那么 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 一遇到 这些灾难的时候 这些活灾的时候 念观世音菩萨 就能得到感应 灾出这个火的灾难 但是有些啊 不了解这个道理啊 盼见的时候啊 得不到感应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前面讲呢 祖师也讲不了 就在最紧急 最危机的时候 那个求救的这个 那个是经验 那个是经验 以这个经验 跟观世音菩萨上号一结合了 这就发生不可思议的力量 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 他念起来的时候啊 那个念头啊 还有 什么念头呢 有恐惧 有这个其他的各种念头 有德 有识 有这些 这些念头 那个 一个经验就起不来的 那还是杂念呢 杂念是感应不到 这个菩萨来救济的 这个中间 分辨的话 要我们 要用心的来 来研究 把它辨别了 这就可以拿 《阿弥陀经》里面讲 持命啊 要一心持命啊 一心持命 就是没有其他的杂念啊 念观世音菩萨 也是要一心念 观世音菩萨 但是有些不能够 一心念 不能一心念 那就是 经验起不来 就是杂念 这个杂念 他到时候 一心念啊 祖师就说出来了 虽然有杂念 没有一心念的话 没有得到感应 但是观世音菩萨 就算在没有一心念 三心念的话 年轻没有能够得到消灾灭难 但是 就准这一句圣号提起来的时候啊 种下这个种子了 种下落下金刚种子了 到后来还是能够得到度化的 这个原因 所以无论在这里讲啊 无论是得到感应 或是得不到感应 念一句观世音菩萨 那身后啊 都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根据祖师诸解 国报火啊 从那个地狱烧到出产前 这已经是 这个灾难很重大了 这个恶业火呢 从地狱 到这个飞翔 飞翔住 那个四空天 最顶的那个天 就是国报火把三节啊 都把它烧毁了 讲到这个烦恼火 烦恼火啊 就凡夫众生来讲 三节之内啊 有国报火 有这个烦恼火啊 念观世音菩萨 念的如法 就能灭 念的不如法呢 眼前虽不能灭呢 也中了这个 这个这个 未来能够得度的这个因了 也好 但是这个烦恼火啊 烦恼火就是三节以外的了 三节以外的 神闻元觉菩萨 神闻元觉菩萨 菩萨结尾那个不等的 一直到这个等觉菩萨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这种烦恼火啊 燃烧那么那么高的层次 这个火 所烧的啊 不仅仅是 不仅仅是六道之内的凡夫众生啊 六道以外的 神闻元觉菩萨 神闻元觉菩萨 他们都 除了这个 三节了 分段生死没有了 但是还有变异生死啊 必有变异生死 就会起烦恼火 这个变异生死啊 那么不像前面那个那个夜报啊 这个欧夜或者这个火爆啊 他是烦恼啊 烦恼起来 看起来哪一火啊 他这个烦恼起来的时候啊 就是让他心里不安啊 为什么前面讲 有的到了初禅去 有的到了这个 第四季的四孔去 到了禅天以上的 那个火啊 都是让他心里不安 他在入禅丁的时候啊 妨碍他的禅丁 三节之内啊 尚且如此啊 何况除了三节 除了三节 除了三节 正到罗涵谷的 与这个辟迟佛 菩萨 各个阶级的菩萨 这个时候他的烦恼火啊 他起来的时候啊 就让他心里感觉 不那样安定啊 这就是烦恼火 在这个时候 他念过世间菩萨上号 心里就定了 心里一定了 那么就能从根本的地方呢 把这个火的这个烦恼火的这个种子啊 都把它消除掉 消除这个根本呢 那就是啊 不但这个这个分断生死了 便宜生死也了啊 真正把烦恼种子 都把它灭掉了 两种生死都解决了 分断生死 那不必说 到了这个境界 早就解决了 除了流道了 便宜生死 便宜生死 那是境界的在来转变 那么这个 转变一层就是一番生死 能够把这个便宜生死 转变呢 就是把这个种子 这个 都消除掉了 那就成佛了 成佛 那就是这个火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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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性里的火 都是变成本性的火了 这个本性火啊 不受 不受世间 那些 那些 那些无名火 不受他的灾害 所以学生老人那时候 讲到这里的时候啊 他就说啊 烦恼火 把它断除干净了 世间的一切火啊 世间的一切火啊 都不受 就是 原子弹呢 那种分裂的那个 那种灾难呢 也 伤害不了 不但原子那个 嗯 也算是一种火的一种嘛 那种 除了原子弹以外 其他一些火 火药这些 嗯 这些呀 一遇到这个 这个 性火 它就无能为力了 而且 性火一切作用 就把那些火啊 统统把它消失掉了 所以明了这个道理啊 我们知道 这里随时讲的这个 世间的这个 大这个山灾呀 经过收拾一株野 从古 古堡火 厄业火 到烦恼火啊 全部的火 都让它 那个 那种这个 危害 众生的那个火 又遇到这个 这个 本性的 性火 通通把它消失掉了 消失掉了 你看看 不但活在没有啊 生死都了了 所以 念观世间菩萨 名号 有这样大的 微生 力量 观世间菩萨 有这种 微生力量 我们念观世间菩萨 就能 得到 它的这个 微生 这个大力量啊 能够受用 能够受用 那么这真正的 依处在哪里呢 那个 那个 观世间菩萨 来救济 火的这个灾难 固然是 很明显的 但是啊 世间 终身最 最大的这个灾难呢 就生死不断了 六道里面 生死轮回 六道以外的 有便宜生死 这种苦难 这种苦难 不是世间 任何灾难 可以相比的 所以在 这个观世间菩萨 普门评里面 念观世间菩萨 圣号 究竟的 这个 这个 移除 就是要解决 生死问题 不但解决 分段生死 还要解决 便宜生死 便宜生死 一解决了 就成佛了 所以这个 我们研究 我们研究 观世间菩萨 普门明 研究 开始研究 这个 水火风 灾难的时候啊 经过走势 一逐渐啊 才知道 本意是在这里啊 要解决 生死问题啊 说到这里 各位 也许会想到 照这样讲法啊 照这样讲法啊 我们不论是 遇到这个火灾 或是没有遇到的火灾 要解决这个 这样的问题 生死问题 那么我们就是 一心来持 观世间菩萨名号了 那么我们 在世间 不管哪一界的人 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啊 我们成天的这样 一心念佛 一心念观世间菩萨 我们要不要干别的事情呢 这个是办不到的 那 估计 邪露老人要 教我们大家 观世间菩萨 是大慈大悲啊 他成了佛 可以说是大慈大悲啊 在这里讲 是以大悲心的 救苦救难啊 到后面一段就讲 大慈起作用的 与众生众生乐啊 我们为了学佛 我 我们还要做 各种的事情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学 观世间菩萨大慈大悲 观世间菩萨大慈大悲 我们还做得很难 我们学慈悲也可以啊 学慈悲 就能够跟观世间菩萨大慈大悲 能够相应了 那么这样说起来 我们 我们除了 在十当的时候 一心执念 观世间菩萨名号以外 平时呢 就要 以慈悲心 来求其跟观世间菩萨大慈大悲的 这个心呢 相应 那么我们有慈悲心的话 在这个世间呢 这个世间很苦啊 怎么苦呢 在这个世间 任何一个众生 不但是这个 四圣界的 就这个 六 六道的凡夫 以至于 这个 神文明教菩萨 都有这个火 都有烦恼火 烦恼火啊 就是有 这个慈悲 大慈大悲那个 把它灭掉 我们能够 修这个慈悲的话 以慈悲心 在这个世间呢 对待一切众生 在家庭里面 遇到家里的人啊 无论是上一辈的 无论是晚辈的 或者是平等的 彼此都拿慈悲心的 来对待的话 这家庭里面呢 一通火气 不起烦恼火的 起烦恼火就是 有事情一争执 火在那儿了 火一起来脸又红了 脸红了之后啊 身影也变了 这就是 这么的烦恼火起来了 家庭以外 到社会上 你跟任何人来往 遇到 这个厉害 有冲突的时候 或者疫情不相合的时候 发生了争执了 遇到对方 他不懂道理的时候啊 他就火就上来了 一火一上来的时候啊 他就脸又红了 这个脖子也粗起来了 那就是无名火啊 也是烦恼火啊 这种是 对于这些个对象 那我们就拿慈悲 拿慈悲来对待他 他发火 我们不发火 我心中有慈悲 我们这个慈悲 就是从 生活里面出来的 这就可以 这个消灭世间的 这些 各行各业的人士的 收起的烦恼火啊 能够以这个慈悲心 来对待世间的 一切众生 我们心里就是 就得到这个 幸福 在那里啊 消灭一切的 这个烦恼火 那在这个世间呢 没有一切障碍 了生死 就从这些方面去了 那么这个 七种灾难 说起来啊 就是 大概的讲七种啊 这个灾难 我们的世间灾难 多得很啊 只是这个 就这个七种 而已 七种这个三大灾 比较重要 后面四灾 四种比较普通 那么 三灾这个 第一个火灾 讲过了 这个原灾原理 我们明了了 往下这个水灾啊 也跟这个道理是相通的 那今天就研究到这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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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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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